哈喽大家好,我是朋友,我是朋友,本期视频 我们就给他带来的是深渊决赛的第一局下半场 盛行医院,积极对着ZQ 这一把的话,虾哥是选择扳掉戒时打他的绝活棒棒 不出意外应该是一个插眼棒棒 他的棒棒在这张地图插眼也是开发者 也是将这一个思路打法,对吧,普及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阵容是选择了野人 先知,然后加前锋祭司,没有拥兵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ZQ这边根据虾哥的一个角色池 然后BOE会打这个棒棒,然后进行的一个战术调整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先知这个点换成拥兵也不错 因为在明选知道对面大概率打棒棒的情况下 先知这个点的鸟可能更多的是起不到一个特别大的作用 或者说要么就是给前锋一波带鸟,然后拉球的一波稳定状 上来找到的是铁桑的先知 这个位置插了眼以后是基本上只有我反让你,不可能让你牵制我的 要逼出医院了,逼出医院这边斜爪炸弹补上漂亮 找到先知的话对于穷者来讲就很亏了 因为插眼帮帮他是没有传送能力的 如果说前期先知能够苟住一波还是不错 但是铁桑这边其实所处的一个位置是挺好的 已经在医院里面了,是一个比较难抓的点 但毕竟这边的一个插眼帮帮在医院里面的一个追击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的话等于说是存在感已经到了一阶 也就是如果说进入到射程范围之内下阁很有可能一波遥控雷就会带走这边的先知 看下期四有没有辅助动,前锋能不能帮忙补撞一波 目前来看好像没有任何的队友有什么帮忙的想法 那一颗遥控雷直接炸,炸的好远啊 炸了一百米的感觉,前锋,前锋这边怎么说,想要跟 这边是打算直接撞救吗 前锋难道没有带博命,直接撞救 来了来了来了,卡梦这边的前锋直接拉过来一波撞 撞完,但这个点位先知,哎呦,真的没打博命 这个点位的先知他遛不动啊,这波再来补撞 没撞中,没撞中,这边保的话可能保不住这个先知 先知这边直接倒地 那局势对于球者来讲,这个局先知得卖了 野人就算有博命再来救,时间上面来讲 密码机也不够,前锋这边已经消耗掉了自己三分之二的球 而且受了四分之一的伤害,提前拉走 被前锋这里被通缉到了 这个局从密码机的一个进度来看是帮帮保平真胜的一个局 而且帮帮真胜的面还不小 为什么呢,因为球者的密码机是不够的 哪怕你这边野人过来,前锋跟先知 前锋跟那个祭司艺人能够再修掉 以产机修掉以后啊,再修开 那也就是还差,也就是修掉四台,差一台 这边首飞,首飞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野人 在旁边跟着,主要是给队友报点 这样的话可以让 在破一密码机的队友这边 可以提前报一下 让他们提前走 前锋这边是选择直接修吗 呃,这个时间点的话 要刚正面,主要前锋的道具不多 这边是一波漂亮的二连雷 然后再拨 炸中了,炸中了 这边能不能炸到,漂亮 哇,加哥,这一波医院的二楼 真的是这炸弹 主要他到二阶了 所以说他的炸弹比较远 他能平铺的一个面积非常的大 以至于卡梦这边的前锋 几乎没有可操作的一个空间了 就是他所在的当时的那个区域 被炸弹全部覆盖了 拉也拉不了,他球不够多 你拉这波球有可能突破不了 车波面积啊 祭司这边 我觉得前锋这个点虽然说有博命吧 但是前锋这个点来救风险还是很高 怎么地,我觉得野人这边对吧 打一个半血不过分吧 然后你过来我打你一刀 然后你救下来 你有博命你套走好了 反正这边肯定是手过半的 留给穷者的一个机会已经不多了 这个局可以开始考虑如何来跑一个了 毕竟剩下的可能是野人加祭司了 所以说这边两个人 考虑打残局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虽然说机会不大 但这两个人是拖把流的对吧 核心角色 拖起来的一个能力是谁用谁知道 就是基本上只要他们想拖10分钟起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局是打了4分多钟 我觉得他们两个硬要拖的话 再拖个5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他把密码器拖料呢 虾哥这边毕竟他是一个插眼插到底的 如果说他被一波牵制起来 特别是被野人如果他头底上去牵制 那可能是有机会 但我觉得虾哥这大局官这种老图皇不太会给到 肯定是追着祭司打 这边耳鸣触发 美克的祭司被看见了 被看见的话两栋祭司其实也走不了 现在是一个二阶帮帮 他的炸弹是又远对吧 又快补一手好一刀可以带走 跟动前面板子得下 下完以后虾哥这边反绕过来 就是将你夹在这个点位 然后开始打躲避球 打躲避球了 这个时候就很想把镜头疯狂的给到这边的美克 来看一下虾哥的一个炸弹 真的是一点机会被给 反正我就不让你出这个点 我就拦住你 好这边炸弹一封封住点位 然后再一颗补上 没打住没关系 这边的话隔窗刀一刀带走 下一个眼继续看外面的密码机 这边的话还能盘 虽然是我跟大家说这把可能能打到10分钟 但是祭祷打的是比较快 不过没有关系 外面还有一个野人 祭司还有自祺 起来以后说不定还能拉大洞 一切尚未可知 就是如果说你换成一个什么的 换成一个前锋 换成一个仙之肉残局 我觉得打到这边基本上几分钟之后 就两三分钟之后 最多两三分钟结束 但是以野人祭司 那不好说 如果说这张地图再换成一个月亮盒什么的 那有开车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局 说不定穷者还能去盘个 对吧 有不错的概率 能盘一个跑一 甚至有机会去盘一个平局 但音乐的话 相对来说这种小图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对于这两个角色来讲 慢慢炸 慢慢烧 烧猪 这个猪皮糙肉厚的 所以说他这边烧起来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预计 预计的话差不多8分钟 如果硬着头皮来追这边的野人的话 大概8分钟 但祭司教自己了 直接针对祭司 对非常好 硬着头皮烧的大概一分多钟能烧 烧掉这只猪 但是没有意义 这边祭祷祭司以后就可以稳定的来带走这边的野人了 拿大洞了 果然拿大洞了 这边大洞能走吗 大洞能走吗 这边的一个两极连弹 断 掉了 我 不能说这话 那么文明人 哇 这一手两极连弹 看到你这边 对吧 我炸弹 一颗炸弹是够不到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一颗炸弹作为一个跳板 第二个炸弹连上以后 两极连弹 带你走 这也是之前虾哥还有一些绝货帮帮 在手电击的时候会用到的 因为你一颗炸弹丢过去 它会有红色的线条 但是你第一颗炸弹作为一个跳板 第二颗炸弹连补的时候 它距离会加强 而且它是一个及时落地直接爆 穷者这边是丝毫做不出反应的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把可能打不到10分钟了 因为野人 也不对 野人他还有机会 野人还有机会 因为这个比赛其实我是没有看过的 我只知道结果 那我们看看吧 我觉得吧 以我对于野人的理解 只要他想拖 他甚至待会儿 说不定还能骑着猪过去把祭司摸起来 但是最终的结果 应该由于马基是真的不够 最终的结果 我想要去盘一个单跑有点难了 因为这里你想要将祭司撑到流血流死 太久了 这还有大概两分钟 找野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了 下个这边想反绕一手 没能成功 当然大家其实可以在过程当中 在追击 现在这些就是节奏并不是那么紧的时候 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老图皇 他们的一个 对吧 这属于是帮帮跟一个穷者单挑 其实我们可以多去看一下 多去学习一下 分析他的一个走位 特别刚才那种反绕 他为什么反绕 有的时候对吧 他们的反绕一定是经过非常多的实践 才出来的 这波反绕 看似好像路程上面我是亏的 实质上面只要抓到一波机会 我可能就是能打一个贴脸刀 野人目前来看 好像是想要往前冲过去 将祭司摸起来 但这个位置 我觉得摸祭司不太行 我这边距离没有拉开 这距离没有拉开 打一刀野人还差一颗遥控雷 炸 能炸下来 我去虾哥今天状态真的好 这一颗遥控雷炸下来 野人这边应该是撑不住了 因为他的猪是被打掉的 这有一分来中的一个真空气 玩单板 玩单板 玩不住 我虾哥只要这边插一个眼 然后将人死死的 哎 这边没办法 只能强冲了 因为这边没有猪了 刚想说的就是野人 其实他如果说有猪的话 是不太可能去摸这祭司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是强劲把这祭司摸起来 但是虾哥的雷来了 这边能摸起来吗 炸一下两个人 那这边先追祭司 补 没补到 没补到 这里野人先带走 祭司距离也不远 遥控雷捏在手 牵起来 将野人挂上吧 先往祭司的方向过去 看到祭司以后再来选择 三栋祭司 三栋祭司 好放下 看到了遥控雷 遥控雷捏在手 遥控雷怎么说 先一颗炸弹封你的洞 第二颗炸弹往前顶 封走位 遥控雷 好出手 封住位置 封一个三角 那没了 很稳 遥控雷用来封路 就是一个 球稳的一个最大体现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后续的话 没有给到熊者一点点机会 当然这把的话 我觉得前期前锋那波撞 就没有带薄命 而且那个点位 其实它没有一个 二六的空间 它如果说是 有二六的空间 然后比如说 既私有辅助洞这些 能够保一下这个先知 让它有牵制的空间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还是蛮亏的吧 好了 我们稍息休息一下 看后面的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